今次要介绍大家一种食品 金针菇 它各样的营养价值是名列前谋的 所以堪称是营养的补负 被誉为超级保健食品 所以我们日常多多食用它 对于我们各样的身体功能都有所帮助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这个菇有什么好处 首先它是能够增强记忆开发智力 金针菇有八种氨基酸 有几种我们身体必须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自己制造 其中的赖氨酸、蒸氨酸、量氨酸 特别多于其他菇类 是脑里面的营养必须的原料 所以能够增强记忆力和开发智力 所以对于孩子特别是发育期间是很适宜的 其中这个赖氨酸特别是重要的 而科学研究已经显示了 成人每天需要赖氨酸的生理要求是一刻左右 小孩子就要多些 因为他发育期间的脑部需要更多营养 而这个金针菇中的赖氨酸 就是含量高于所有的菇类 所以经常食用金针菇 是可以很快速地补充身体需要的赖氨酸 解决了我们的人体里面的日常需求 第二就是对于肝状方面的疾病是很有帮助 医生和营养的专家都认为 这个金针菇里面的赖氨酸 是对身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长期患有肝炎 肝硬化肝癌这些肝状疾病的患者 他们会发生一种叫做血液中的胺浓度增高 而中毒的 就会引发肝昏迷 而金针菇里面的赖氨酸 是能够明显地解除胺中毒 所以对于预防肝昏迷的发生 很有效果的 第三关于这个癌症方面 因为肿瘤的患者接受放射性或者化疗过程之中 会有很多不好的反应 专家建议放化疗的患者 吃多些金针菇 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薄菇素 是很有效地能够帮助减少不良的反应 也有报道 日本的医学家已经用培养的金针菇菌尸 用来治疗癌症 第四点就是三膏方面 一位营养专家写了很多书 其中一本是说防治三膏的食品 其中有提及金针菇对三膏的防治 是有很大的抚尿作用的 因为他说金针菇是一种高甲低纳的食品 有效地增强人体生物的活性 就可以足进体内的新陈代謝 就抑制血脂升高 但是降低胆固醇 降低血压 而经常食用是对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好像这些高血压病 糖尿病 高血脂是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至于其他还有很多 其中之一 因为它含有一种叫做金针素 这是一种碱性的蛋白质 它能够增强机体免疫系统防御功能的活力 这样就令到金针菇可以抵抗疲劳 抗菌消炎有这些作用 同时因为它的形状是一条条长的 是能够在这个肠胃里面 触进这个肠胃的愚动 就将体内的废物及时排出体内 所以能够有这个消除重金属的排毒作用 同时如果单纯性的儿童肥半症 也有减肥的效果 外国的营养家就称它为一种叫做减肥菇 所以小朋友如果过于肥半 也会将来引发很多疾病 所以给他们多一些金针菇吃 但是金针菇虽然如此有益 要注意它的食用方面不可以疏忽 否则你容易中毒 当然这个资料会在下一个视频 再跟大家详细介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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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